有好些日子没有见到大家了 我的更新也慢了 这里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最近确实是有点忙 所谓的俗物缠身 俗人嘛 对吧 当然就俗物缠身咯 那到现在呢 家里的事也忙得差不多了 也快上船了 要我说不到上船那一天 你好多事还是忙不完 咱们一直说拍一拍天津的街景什么的 那今天咱们就去古文化街 然后天后宫 走着去好不好 走到哪里呢 就拍到哪里 写着是要走一小时零二十一分钟 不过我走快一点 也许会早一点 不看 这样看的话 那两个小时也走不到 继续向前 走到河北路 再去找迎口道 就去海河边应该是 这个就是磁岛 你好吗 你好吗 哈喽 你好吗 还有一体黄色 黄标马 刚才是乌椎马 黄标马 你好 黄标你好 不理我 这边绕 这特别反感 这些车没事干就鸣笛 好好的风景 让他们搞的这个 哎呀 这个噪音 哎 有那么急吗 这边有一个大路口 都是这种砖地 海河了 前边 海河了 这个就是海河 我觉得我真的是迷路 这个就是天津的海河 我就是在这个海河边长大的 大家一边欣赏这个风景呢 我一边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的行程 7月31号我要到上海 8月1号要去做一个中英文的核酸检测报告 8月2号直飞纽约上船 Everfocus长巨轮 它的航线呢是美国的东部西部 然后呢回亚洲 那这样呢就肯定要过巴拿马运河了 这个老巴拿马运河 我以前是经常过的 新的呢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 到时候工作之余 咱们把它拍下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新印和两岸的风光 其实每次上船之前呢 我都是有压力的 大家可能纳闷啊 你都十几年老船长了 怎么还有压力呢 其实不瞒各位说 每次上船之前呢都有压力 但是我觉得有压力也不见得是坏事吧 那这样呢可以让自己的精神呢集中起来 重视起来 谨慎起来 是对安全是有利的 古文化街到了 这是它的一个侧门 咱们从这个门进去 那天后宫呢就在这里边 这两边都是这样的电子 毗烟 买毗烟 毛红脏 吹糖尔的这个 狗不离包子 狗不离包子 妈妈 我还给你 没有 冲啊 你 你 你们 美 对 我 你看 我 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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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这里呢就是天津的天后宫 也叫娘娘宫 它始建于1326年 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妈祖庙之一 在当时呢 它不仅仅是水工船员官员们向天后祈福求安 居家的百姓呢 也都前来求财求子 期免病灾 那咱们今天到这里呢 就来拜一拜妈祖 我祝所有亲爱的订阅者们 以及所有能看到这段影片的好朋友们 平安吉祥 财源滚滚 幸福美满 那好了 我也该回去了 回去之后收拾行李 订票 订酒店 那咱们就上海见 往上 我们下车了 谢谢大家